陈坤出道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也很少有绯闻 但是她却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悠悠 自从悠悠曝光至今 其新生母亲却从未先知 这在外人看来死不不可常理 对悠悠亲生母亲的猜测动水中处纷纭 曾有媒体爆料说整个儿子的生母救水圈内一些女性 从赵薇 周迅 张子怡 赵紫棋 甚至范围冰等 一众女性都罗列在其中成为了怀疑对象 前篇埋出了种种版本似乎都有一些蛛丝麻迹 但随后都被陈坤一一否认了 后来最可疑的就是陈坤的大学同学何林 但是何林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显然这个说法也不成立 而黄一的前夫黄一青突然在微博爆料说 陈坤的儿子其实是他找人带孕的 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孩子的生母是谁 这黄一青就爱凑热闹 关你啥事啊 自己的一对烂事还没理清呢 陈坤在上新鲜秀的时候金姐也问过他 他说孩子没有妈妈 他告诉孩子他就是他自己生的 当时金姐也是尴尬的笑笑 金姐那么聪明应该明白陈坤是什么意思吧 然而随着真相的曝光 却有人怀疑陈坤一方面不想结婚 另一方面又想有个自己的孩子 所以才出此下车